以色亚书第39章 都给他们看 他家中和全国之内 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 问他说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西西家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以赛亚说 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 西西家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 你要听万君之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辱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其中必有被辱去 在巴比伦王关里当太监的 西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 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